本週三星最強發消息 Top 5 2019年過了一半 蘋果新聞網獨家公開 愛合購上半年最熱賣的 團購美食冠軍 由17年老店豆酥狂泡芙拿下 原味巧克力兩種口味最熱賣 最高紀錄一週就賣掉超過1.4萬顆 是本週第五熱門話題 送給父親的手機該怎麼挑選 才能負荷預算又討爸爸歡心 我們請專家來告訴你 相較於女親節的媽媽來說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可能在拍照的需求會稍微少一點 那所以說我們這次的重點應該會放在 也是大螢幕 然後以及大電量或者是長續航 大電量的標準呢 我們大概覺得都是4000以上 那為什麼會講到大電量跟長續航呢 因為其實有一些手機蠻特別的是 它在手機本身的優化比較好 它可能不太需要比較大的電量 但是它就可以擁有很好的續航 那你可能會好奇說 爸爸到底有什麼需求需要到這樣 原因很簡單 爸爸可能會長時間的拿來看影片 或者是看一些新聞 經典基木品牌樂高 跨界推出首款AR系列產品 共有紐玻璃鬧鬼高校 古墓之謎等8款 將APP對準組合好的基木 掃描場景後 就能進行互動式的抓鬼遊戲 是本週第三熱門話題 本週第二熱門話題是 通訊軟體LINE推出9.12版本 以前在回覆的時候 你也必須要長按 然後才會有回覆鍵 你才可以針對這一則訊息 進行回覆 但你現在呢 可以直接往旁邊滑 就可以直接進行回覆 操作更直覺 能減少回錯訊息的總經 LINE可隱藏聊天室 若想重新召喚出來 得等對方傳訊息來 或從好友名單中搜尋 並開啟聊天 否則若不知道 對方的ID或代號 翻遍聊天室 也找不到蛛絲馬跡 不過LINE電腦版 在V5.18.0版本後 已經可從設定聊天中 查看所有隱藏的聊天室 手機版也能同樣查看 被隱藏的聊天室 嚇死一票小王小三 立刻登上本週最熱門話題 不看動新聞綜合報導